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东荒一方华泽的碧海苍林 受天帝灵气孕育 生于远古洪荒之乱世 以万物为师长 以天帝为红炉 以众生为魔力 执苍合神剑 守九柱之心 以命令为天帝共主 定先神之律法 掌六界之生死 以杀指杀 以战指战 专注一去 一神一魔 虽平定天下苍生 则天族之人善者传之贤君 退居太成功 本该元神消散 身归混沌 但欲惜拼尽一身修为 以本座教与他的起死回生的先法 成功换回你的先身和破碎的元神 又已与你化身同源的紫金灵石和本座固元丹 以及还魂丹的修复你的元神 但也难逃这沉眠之劫 如今苏行表示此劫已过 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飞升飘渺先进 玉妻问道 母帝 为何东华战无败计 兵行必胜 天下遂安 却还要受此劫难 女娲娘娘继续解释道 蓝苍生六界都有因果报应 也正因东华战无败计 身上背负的杀戮也尤其之重 所以希尔 东华此劫在所难免 若不是你这万年来 为他守护天下苍生而积百事功德 恐怕他如今难以苏醒 哲言笑道 呵呵 小丫头 看来你的一念之人 倒是成就了东华帝君的劫难 如此说来还真是造化 小五 珍珍 看来你们青秋九尾湖的执念 有时候也是一件好事 女娲娘娘说道 东华 玉妻 你们能做到舍己就苍生 乃是六界之福 希望你们能守住这份赤子之心 本作也就放心了 东华和玉妻说道 遵旨 多谢女娲娘娘教会 女娲娘娘看向哲言 开口说道 哲言 哲言回答道 再 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说道 你乃上古洪荒凤凰一族之首 同样的一神一魔 父神与化之际之所以 让你封印福西寝 也是怕你未获苍生 数十几万年来你也做到从不杀生 你如今可以解封福西寝 用于造福天下苍生 本作相信你会好好利用福西寝的 哲言回答道 哲言谨遵法旨 谢女娲娘娘 女娲娘娘最后说道 愿 六界从此再无纷争杀戮 天下苍生安宁平静 也不枉那么多生灵生归混沌 众先一同行礼道 恭送女娲娘娘先驾 四海八荒听说东华帝君苏醒 上门之人把太成功为个水泄不通 可是东华倒好 居然闭门谢客 难为了众林每天弯腰答谢众神 都快成了太成功的门神 宫内的小鲜娥们 也被冬地君华暂时调去了三殿下连送的原机宫 美其明月为让这位风流的三殿下 都欣赏欣赏一下美女 实则是不想被打扰 三个月后碧海苍林自从东华从沉睡中苏醒 这三个月来 玉西就经常下厨做一些美食帮助东华恢复 还实时叮嘱东华赶快闭关修炼 原因是因为女娲娘娘说过 现在沉睡之节已过 很快就要飞升飘渺仙境 而飞升的108道天雷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这一天 东华刚刚出关 玉西就端着扇时走了过来 对东华说道 东华 你这几天闭关感觉这么样 东华说道 玉西 一切都很顺利 我想我可以扛过天雷顺利飞升的 玉西却说道 东华 你可是沉睡了整整一万年 再加上你已经有数十万年 没有历过天雷之节 震雷姐很厉害的 而且看你仙体散发的仙泽 怕是才恢复了五成的修为 你可要抓紧时间 闭关修炼恢复仙法 东华说道 玉西 你是不是太过紧张了 玉西递给东华一碗补神汤说道 可能吧 一万年前你什么都不告诉我 就独自去大战妖尊渺落 要不是我以前一直同你生活在碧海苍林 闭关修炼那天突然心口一痛 那我还真的感应不出来 东华 你那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也不叫上我跟你一起去 东华接过补神汤 看着这时个一万多年 正在秋后算账的玉西 无奈的说道 玉西 你那时受了天雷还没有完全恢复 更何况你还动用了仙缘 而我只是失去了修为 本来调息三年左右 就可以完全恢复仙法 但是淼落并没有给我太多的时间恢复 再说了 就算我叫你一起去了 你的仙法也只恢复了三成 根本不是淼落的对手 而三毒浊西也只有我这什么同体的仙者 才可以进化的 玉西叹了口气说道 东华 请你以后不要什么事都瞒着我 我不是那个永远需要你庇护的女仙 我想要跟你一起并肩作战 一起守护好这天下苍生 东华喝完了补神汤 放下碗说道 玉西 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 我记得在你还是白凤酒的时候 不管是在凡间历劫 还是在弱水河畔 你总是义无反顾地挡在我面前 我也记得在你继人青秋女君后 有三万余年没有再上过九重天时 连三殿下曾在与我下棋时提到过你 我当时就说过天下苍生寻我必诱者从未间断 但是一想天开起年要来保护我的 这么多年倒是第一次遇到 玉西 你能不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总是会义无反顾地挡在我的面前 遇到任何危险 是总是会先想到要保护我 玉西伸手倒了一杯佛林花茶喝了一口 淡淡地说道 东华 你可还记得数十万年前的那一次黑熊精 袭击碧海苍灵的事情 东华说道 我当然记得 那是我刚刚化身在碧海苍灵六百多年 你当时是以自己的三分神识 融入凤与花陪伴着我的 玉西点了点头说道 不错 当时才化身六百多年的你 只有六百多年的修为 但是你面对那只修炼了青年的黑熊精 却没有丝毫的退缩 义无反顾地挡在我的面前 还设下仙杖护住我 当时我就下定了决心 一定要好好学习仙法和剑术 也许我赢不了你 但是我至少不会成为你的累赘 东华听后十分感动 起身抱住玉西道 玉西 我果然没有选错仙者 你才是最懂我的仙者 玉西笑了一下 伸手换出一瓶丹药说道 东华 你该闭关了 这是我用灵犬水 和一些天外天的稀有药材炼成的丹药 你在闭关时记得服用 可以让你尽快回复修为和仙法 我已经预知到你的非生之节就在三个月后 东华点了点头 接过玉西的丹药后 就走入了闭关时开始专心的闭关调息 而玉西在东华走入闭关时后 伸手设下了杰杰和格音仙杖 自己则在闭关时外为他护法 三个月后 东华刚刚走出闭关时 玉西立刻撤去了仙杖和杰杰问道 东华 你现在怎么样 秀位都恢复了吗 东华说道 嗯 全都恢复了 多亏了你的丹药 玉西还准备开口说什么 碧海苍林晴朗的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闪电在云中穿行 玉西说道 东华 你快撑起仙杖 非生之节已经到来了 东华立刻升起仙杖 迎接非生之节 一道 两道 三道 一百零八道紫色的天雷 一道不少的批在东华的仙杖之上 原本在批下第九十道天雷的时候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